哈喽大家好我是朱乔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苹果新品开箱 看没想到吧 开的就是这一位 新品发布会上出现都不到一分钟的 Seiko AirPods Pro 2 这款新发售的AirPods Pro 2 只在外形上 把原来的Lightning口换成了Seiko 改变了它的充电方式 提高了防尘性能 附增的这条充电线 变成了两边都是Seiko的编织材质的线 从此你可以用电脑 iPad 新手机 给你的耳机充电 再也不用多带一根耳机充电线 不过今天想跟大家聊的 绝不只有Seiko这么简单 只要你拥有第二代AirPods Pro Lightning口也可以哈 并且将手机的系统更新至iOS17 你就可以享受到自适应音频 对话感知 各性化音量 以及一键静音等等功能 这些功能有多神奇 现在我就来分享给大家 首先在连接到iOS17设备号 AirPods Pro将支持三种声音模式 通透模式 降噪模式 和这回新出的自适应音频模式 我听来的感受就是 它是介于通透模式和降噪模式 中间的一种模式 它过滤掉了我不需要的噪音 但筛选了重要的声音 让我可以避免错过 重要的声音信息 还是觉得有点抽象是不是 我们来看具体几个场景 我先是城市场景 当你打开自适应音频模式 走在大街上的时候 你将听到更少的城市的噪音 但可以抓取到 你身后的车铃声 保证你的出行安全 比如说你正在家里做饭 那这个时候 你将听到更少的 抽油烟机的噪声 但是可以抓取到 门铃声或者呼唤声 保证你不会错过你的访客 那如果是旅途场景的话 就更好理解了 如果你正在乘坐飞机或者高铁 你将可以听到更少的噪音 但抓取到爆站声 乘务员通知声 保证你不会错过终点 或者降落前上厕所的最后机会 木木也要上厕所呀 下一个新功能是对话感知 在使用降噪模式时 开启对话感知功能 当你和身边人开始对话时 这个功能会自动帮你放低播放音量 并强调来自你前方的人声 避免你错过重要的谈话信息 注意 只有这个对话是 在你开始说话了的时候 它才会启动 如果你没有参与对话 或者你长时间并未发声给予回应 感知功能都将把这些声音认定为噪音 帮你恢复到主动降噪的状态 那如果你不想被接触对话的话 可以时不常地给予一些对方声音的回应 做一个有礼貌的聆听者吧 下一个新功能 个性化音量 你的AirPods Pro将会学习 你对音量的设置喜好 主动帮你提供适合当下环境的音量 给聆听带来最舒适的体验 下一个新功能 静音 接通电话以后清点一下耳机柄 你的电话将进入静音 也许可以趁机去上个厕所 最后iPhone和Mac之间 也可以实现无缝的音乐切换 哪个设备在响 你的耳机就会连到哪个设备上 不用再手动点击连接了 那以上呢 就是AirPods Pro 2 结合了iOS 17的新体验了 注意啊 除了Type-C接口这一点 其他的自适应音频 对话感知 静音操作 与Mac之间的无缝 弦切等等这些功能 都是只要你拥有了AirPods Pro 2 再升级新的iOS 17 就可以实现的了 所以等发布了新的iOS以后 大家一定要马上升级 这样你就可以获得一副新的耳机了 那以上呢 就是所有的新功能啊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